他们家的南蛮鸡特宝 有五种鸡肉的吃饭 咱们这个聚酒屋 有一样是天花板 什么 哈喽大家好 金枪第一日本人 乌妈安达 今天实话实说 没有老乌妈 所以要看老乌妈的人 可以退出去了 但是请留下 您的宝贵的点赞 谢谢您 接着我来到一个 好哥们的聚酒屋 来跟几个哥们一起聚一聚 他们家这个聚酒屋 有一样是我觉得 在北京聚酒屋的天花板 我们Let's go 这家店就叫伊勒屋 是一个主打大板烧的聚酒屋 然后他们家五点半开门 我到早了 你看他们家这特别日式 有吧台 还有几个小桌 然后我们今天在这边 是榻榻米的座位 这儿的老板杨老师 别人都是花壁 人家是黑壁 这儿的看板娘 来来来 咱先小喝着点 看看啊 这是冷奴 然后应该是拌的鸡干 剑木章鱼 毛豆 荷尔蒙 这冷奴是吧 淡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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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粉丝呢先吃一口啊 大肠刺身 这是卤的下水啊 你看这鸡干啊 也挺肥的啊 一大会儿 走一个 好吃 这好吃 嗯 好吃 而且我觉得那料好 嗯 沙干 口感很沙 来 前几口的啤酒 真是太好喝了 尝尝一下这个 淡淡豆 好吃耶 中华料理系列这个 淡淡豆腐 非常不错 就是麻酱 然后有点麻 然后上边那个肉末 对吧 很下酒啊 还超级索粉啊 收藏的 你们知道这是啥吗 给你们看看 这是索尼公司 因为搬到新的地址了 所以旧的大楼 拆下来的百叶窗 做成了纪念品啊 专供这些索粉享用 这是章鱼香肠啊 想起了深夜食堂的小伙伴 请扣个1 脆皮啊 不错 他们家这南蛮鸡特棒啊 它这上面这塔塔酱做的不错 酸甜口味的 然后外焦里嫩 然后配上这塔塔酱 六馅鱼啊 六馅鱼 非常鲜嫩多汁 这鱼真的好吃啊 你看今天准备的是南部美人 也是受过这个日本清酒的大奖的大一酿啊 其实它这个品质啊 我觉得不输塔酱 只不过名气没有塔酱那么大 他们家的大碗超是特色啊 然后必须得点带鱿鱼的 好吧 一定要带鱿鱼 而且加油鱿鱼 这里边有鱿鱼 虾仁 还有杯柱 好多 烤鸡心的 烤鸡心 拼盘里边的烤鸡心 这鸡做的不错 来来来尝尝那个南部美人啊 来干杯啊 嗯 非常柔啊 甘甜 黑胡蒜香 芥末紫醋 芝士 雪鱼籽 好 奶酪 好嘞 这个是吧 不用因为这个摄像机开着 所以很那么刻意 反正这段可以讲 哈哈哈哈 这是他们家另外一个鸡肉品牌啊 有五种鸡肉的吃饭 海苔 不是不是 芥末 我这是芥末美乃滋的 还挺嫩的 青花鱼啊 好吃 我发现他们家的烤鱼真不错 不管是那六线鱼 还是这青花鱼 真的不卖 我可刚才跟粉丝透露了一点啊 说咱这个居酒屋 有一样是天花板 什么 正经啊 北京 老板的 居酒屋气氛天花板 因为有杨老师 对 必须的 哎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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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为什么开居酒屋 然后呢 Action 先 先说一说其他的 先 你先 老板这菜好吃啊 你为什么开居酒屋 其实吧 我呀 是 啊 这么说 我呀 我呀 其实我觉得呀 你说你呢 严谨 认真 坚持 还有学习 现在我主要是学习这块 咱俩的场景已经到居酒屋了 咱俩的场景已经到居酒屋了 咱俩准备对话了 焼鳥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什么呀 我觉得 合上了 这种老板在 所以这个居酒屋的气氛绝对是天花板 居酒屋啊 就是比较有冲击力 不是你这干嘛呢 喂 谁是不是 只要拿着无麻男的视频来 就送一杯扎笔 每个人送一杯扎笔好不好 干杯 可不可以 没问题 一楼屋的味道作为居酒屋没问题 酒也很OK 玩气氛来他们家没问题 你说无麻安达 杨老板觉得伺候的妥妥的 好吧 大家下期见